hello 欢迎学习partum工程 好 那么这几个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个crossify的一个这样的使用 对吧 好 这几个我们就用上几个讲的 那个crossify的来做一个这样的实际的项目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个微信小程序 这个社区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教程 来做一个这样的patch 做一个这样的patch 这个地方你选择这个教程 然后的话就有这么多教程 有这么多教程 那么我们就用那个crossify的来完成 好吧 crossify的来完成 好 那么我们要去创建一个这样的爬虫项目 一个这样的scribe项目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那个cmd 对对 好 这地方我们就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cmd 刚刚是走错了 好 到cd点点回去 cd到这个什么的scribe里面 好 到这个里面来 好 那么这个在这个里面来创建一个这个项目 s c i p y s d a r d project p r o j c d 对吧 这的话给他指定一个项目的名字 这个地方叫做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 微信APP 那个好 就取这个名字 好吧 就取这个名字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创建好了一个这样的 叫做微信APP的一个人的项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路径下面 然后再来创建一个这样的爬虫 再创建一个板的话 cd 微信APP 进入到这个里面去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sc i p y 追按sb i d a 杠 t 注意好 之前我们创建那个爬虫的话 是不是后面就直接跟上这个爬虫的名字 比如说叫做微信APPsb i d a 对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创建的是那个crowspide 这个地方你就要给它指定那个模板 为这个什么呢 为这个crowspide c r a w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再更新那个爬虫的名字 微信APP 然后是下方线那个 smide板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域名 域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域名来拷费分 口中加c 这样的话再来到这边口中加v 好 再按下n键 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去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crow这个模板来作为它的一个这样的 使用crow它作为模板来创建一个这样的爬虫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爬虫 这个项目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创建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个pychop的方式来把它给打开啊 好 来打开一下这个项目 打开这个里面的这个来看一下啊 嗯 爬虫啊 然后是scribe demo里面的这个微信mb对吧 好 来打开啊 在在新的创工当中打开吧啊 好 那么这个下面的话就有一个这样的爬虫的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到这个里面来啊 好 现在的话创建完了这个爬虫 它就不再是跟之前那种一样了 对不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之前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只有这三个啊 变量的 这个变量的话它是没有的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之前的话是继承自那个spread的 现在的话是不是继承自这个crowspide吧 对啊 还有另外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 之前这个地方它默认写的这个行数 叫做pass 那么这个地方它给你默认生成的这个行数 叫做passitem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就啊就不要再去我们在这个crowspide里面就不要再去使用那个pass方法呢 因为那个pass方法的话 我们这个crowspide它底层会去执行那个pass方法啊 说的话如果你去重写的那个pass方法的话 就像是会把crowspide的那个方法啊 会把它给冲掉啊 会把它给冲掉啊 就是把这个crowspide里面的这个pass方法把它给冲掉啊 这样的话就不安全啊 不安全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这个项目就像是已经构建完成了啊 构建完成了 构建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写这个代码来啊 来去爬数据的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去爬这个网站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要对这个网站来做一个简单了解啊 好 来到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个页面的话 现在啊 是我是处在这个教程的第一页 对不对 所有的话这个地方给一个配置是等于啊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点一下第二页 它这个地方是不是配置是等于啊 对对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点到的是第十页 这个地方是不是十啊 对对 所以我现在就抓到了一个规议 什么规论呢 就是其实它前面这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只有后面这部分的话是变化了 对不对 只有后面这部分是变化了啊 而且什么呢 而且前面这份都是保持一致 后面这个地方如果它是出现的是一个数字 那么代表的是我们都是需要去抓取啊 都是需要去抓取这个页面 对不对 都是需要去抓取这个页面啊 好 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列表页啊 就是那个列表页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点一下啊 这个文章的详细进去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就来到了一个文章详细 对不对 文章详细啊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来点击两篇文章 来点击两篇文章啊 好 这篇文章和这篇文章 他们的URL是不是都是 他们的URL是不是 也是非常相似的吧 基本上前面这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这部分是不是前面这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吧 只有后面这部分 后面这部分的话 可能代表的是你这个文章 它的一个ID或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只有后面这部分可能是不固定的啊 前面这部分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又现在又找到这个规律啊 找到一个规律 就是这个URL啊 它我们前面这部分是可以写死的 然后后面中间这部分是不固定的 对 好 那么我们找到这两个规律啊 找到这两个规律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写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啊 link extrator的那个东西的啊 呃 这个studyURL就这个地方要改一下 开始的URL从哪里呢 从这个1开始啊 从这叫C 从这个配置是等1的这个地方开始吧 呃 从这地方配置是等1的这个地方开始啊 这个地方开始啊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时候的话 他自动给我们生成了一个RAW的一个这样的属性 对吧 那么以后的话哈 这个啊 这个CoreSpider它底层的话哈 它呃 或是这个Scribe它底层哈 它就会去读取你这个Rows这个圆组里面的这个RAW这个规则啊 这的话再来到这个link 一个extrator 根据这个东西来提取相应的URL啊 来提取相应的URL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让它去提取什么呢 让它去提取所有的这个列表页啊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配置从1到10 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啊 他前面这部分哈 都是固定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加C啊 然后的话拿到这个地方来 拿到这个地方来啊 可能加V啊 然后这个后面的话是跟个啊 数字 那么这个给个百分之 对不对 给个百分之啊 注意哈 这个ROW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就是允许啊 就是允许哈 就是我需要去爬取哪些规 哪些规则的那个UR啊 呃 允许啊 好 那么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前面这部分不写一样啊 不写一样 呃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呃 只要保留前面这几个啊 好 这几个不要 然后写个点 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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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写个加 代表是前面是有任意的字符啊 基本上前面有任意的字符啊 然后后面出现这个例子 等于这个东西 也就只有我们的这个教程 这个列表页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 拿到这里来啊 呃 看一下啊 MOD这个东西也留着吧 我们MOD这个东西也留着啊 就是我要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 你今天要让它保持能够唯一就可以了啊 就是这个UR 你不会让它匹配到其他类型的UR上面去 你只要能够让它保证啊 能够匹配到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第几页第几页的这个UR上面去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就写一个在哪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callback callback的话代表的就是 如果在请求到这些页面的时候 我该如何去解析啊 又采用哪个行数进行解析啊 采用哪个行数进行解析啊 啊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不不用啊 不用这个callback了 为什么不用这个callback呢 因为现在的话 我们是让它自动的去爬取啊 你想一下啊 呃 我们在想需不需要这个callback的时候 我们就要思考 这个callback如果需要 我们啊一般用它用来干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callback的呢 一般我们需要就是什么呢 需要就是啊 爬取这个UR对应的这个里面 这个页面当中 所有的这个教程啊 拿到这个教程以后 我们是不是在外面 我们这个数据我们不需要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里面的这个详情页的这个数据啊 对不对 说的话 我们爬取这个页面 我们的目的是要去爬取 当前这页当中 所有的教程 它的详情页的那个UR 对不对 那么换句话说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啊 我们呃 爬取这个东西 它的目的就是获取这个详情页的这个UR啊 那么获取详情页的这个UR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什么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cross spider 让他们让他把我们自动的完成 我们可以在这个后面再加一个cross spider 然后的话找到什么呢 找到所有啊 以这个正方开头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等于啊 等于以呃 这个东西中间是不固定的一个正的UR 那么找到所有的这些UR 我们都让他告诉他 你自动的帮我去爬取就可以了 明白是吧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给他指定这个回调函数啊 然后这个follow的话 我们是让他等于这个处啊 因为follow的话代表的是是否需要跟进啊 那么如果你这个follow不让他等于这个处的话 哎 你像在我们的这页啊 在我们的他刚开始在第一页开始 对了在第一页开始爬啊 他刚开始在第一页开始爬 那么他只会爬取到第一页当中所有满足啊 所有满足这个 呃 说 呃 呃 这里是吧 所以满足这个规则那个UR啊 好 那么拿到以后他就不会再往下面去找了 其实啊 这页当中所有的这些 呃 呃下面满足条件的算益顺利润也就是这些对的 但是这次的话 他总共这个地方是不是只包含10页啊对的 但是其实啊 你看点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总共和下面还有161页 160页 159页 158页啊对的 说的话哈 你就应该什么呢 就应该不应该这个地方让他等于这个啊 这个follow啊 就不是应该让他等于这个force而应该是让他等于这个处告诉他你在爬取任何一页的时候 比如说爬取到第10页的时候啊如果第10页这个地方啊他有什么呢他有其他的一些这个UR比如说这些UR那么的话也是需要进行跟进的啊也是需要进行跟进的哈 那么这个follow他的意思代表就是你在我在爬取到这个UR里面的时候如果还能够发现如果还能够发现同样规则的这个UR我是否需要跟进啊那么毫无疑问是需要跟进的对不对需要跟进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这个follow让他等于这个处啊follow让他等于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写一个UR啊再来写个UR啊这个地方link Lrnklink然后的话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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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Allow等于这个啊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是告诉他去爬取这个详情页面的这个UR里面的这个圆的嘛对不对好那么的话他满足什么样的规则呢是这个地方给个article 这样的话跟个gum对然后后面跟个什么的.html这些东西对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拿过来可能叫c这样的话拿到这个地方来啊前面的话是有任意的字符给个点给个加号啊 然后是article 后面这部分啊后面这部分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任意的字符对对任意的字符啊那么的话就是点啊或者点加好吧后面这个点的话是代理的是那个后面这个点哈是呃一个普通的点不是具有正在表的是意义的点 所以说的话我们需要给他进行转移啊需要给他进行转移给个法器干啊进行转移好吧 啊那么就是满足这个规则满足所有这是个满足这个规则的UR那么的话你就会给我自动的爬取对吧 你比如说我现在在爬取到第一页的时候啊爬取到第一页的时候那么这些页这些这些UR是不是都满足这个规则吧对对 那么这次的话啊他就会自动的给我进行爬取啊这次的话我们就需要给他指定这个什么呢给他指定这个回调函数 就是我在爬取到这一个UR的时候啊我在爬取到这一个UR的时候啊你需要把这个啊爬取到这个页面返回给我进行解析对对 因为我们要去解析这个里面的这些数据啊对比如说标题啊内容啊这些东西对对好说的话这个地方我们是需要的啊好这个地方给个callback 好那么这个callback我们给他叫做pass什么呢pass detail pass detail啊就是解析这个详情 好这个follow的话 让他等于这个foss啊为什么这次的话让他等于这个foss呢 如果我们现在爬取到这个详情页的时候啊如果这个里面还能够出现啊其他的页面的详情要 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爬取的啊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再去爬取的话可能会跟什么呢可能会跟我在这个列表要当中获取到的这些UR可能会发生冲突 对吧就是同一个UR可能会爬取多次啊当然不会爬取多次啊我们这个scribe的框架他有这个UR去重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出现多个相同的UR他可以把啊他只会去爬取一次啊只会去爬取一次啊 但是这样的话也是做了没必要的那个呃事情对吧这个里面的话这些文章啊这些文章都是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列表列当中有说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就不需要让他去跟进了啊就不需要让他去跟进了啊 好说的话这个flow让他等于这个force啊让他等于这个force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里面啊去解析我们想要的数据好吧继续解析我们想要的数据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写的到底是否正确对不对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先来从这个里面来打印啊一些输入的数据好吧 现在获取什么呢现在获取下这个标题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得到啊 你这个标题的话他是呃放在he标签然后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ph对吧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tsttest啊这个地方再给一个get啊这个地方他就会返回一个title啊等这个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打印一下这个东西啊 好来看一下呃然后的话我们还是要设置一下这个setting里面啊让这个遵守这个积极学义让他等于这个force对吧 ls啊然后的话还有是这个请求投我们也来设置下 好这里吧我们又再来检查一下啊 或者我们从之前那个项目当中直接拷贝过拷贝一个过来好吧呃这个都不是很问题都不是很大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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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python文件啊 叫做start 好 然后在这里面来写from这个scribe scip啊 这边我们要去更改一下他的这个执行环境python解释器啊 设置 然后点击这个项目 点击这个解释器 点击这个什么呢 crow anyway 点下确定 好 这样的话 他就选择到了我们这个爬冲的那个虚拟环境 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scribe这个框子了 from scribe import 下这个什么的cmdline啊 这个地方是cmdline.secud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来写啊 就是 scipycraw 然后是这个爬署名字 这个爬署名字的话叫做什么呢 叫做微信appspide 对吧 咱们加c 然后的话 来到这个地方来啊 这里吗 咱们加v啊 这里吗 split啊 好 保存一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我看一下这个里面会不会打印那些东西啊 哎 是不是就有了 哎 这个标题已经有了啊 然后的话再来看一下啊 他这个地方的话就不再不断的再去爬下来看 第九页 第五页 第七页 看到没有 第四页 第三页 第二页 对吧 啊 知道的话这个是这个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说明我们这个东西是已经ok了 对不对 是已经ok了啊 好 那么已经ok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在这个里面去解析那些数据的 对对 在这个里面去解析那些数据啊 其实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roll这个规则里面 大家该怎么去写啊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写好吧 呃 其中两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就是个allow啊 这部分的话是比较重要的啊 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是否需要跟进啊 以及你这个你这个请求的时候 是否需要啊 这个回调行数 对吧 呃 如果哈 如果你只是想要去什么呢 如果你只是想要去便利 呃 去访问这个UR 然后的话再从这个UR当中去提取啊 一些详情的UR啊 那么这的话你就不需要这个啊 这个解析行数 这个回调行数 对不对 如果你确实实是要从这个里面啊 去获取想要的数据 那么这的话 像去解析这个详情页面 对不对 那么这的话你就需要一个回调行数啊 需要一个回调行数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地方来写啊 这地方是那个title 标题 然后的话再来看一下获取这个什么呢 这个作者吧 这个作者啊 邮件来简单一下 这个作者他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批标签下面啊 批标签下面 然后是批标签 它的这个什么呢 class 等于这个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啊 二所思啊 又贴着 ois啊 啊 又贴着 ois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下面的这个a标签 对吧 下面的这个a标签啊 啊 这样吧 我们先来获取到这个作者啊 先来获取到这个作者 获取到这个作者以后啊 获取到这个p标签以后啊 获取到这个p标签以后 那么接下来下面是不是有那个名字 还有这个时间啊 对 还有这个时间啊 那么我们就是先来获取到这个p标签 再通过这个p标签获取下面的两个东西 好吧 这个叫做aotrp 啊 好 然后的话aotr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啊otrp点那个xbus啊 下面的那个点 下面的这个什么的a标签啊 a标签下面的这个文本 对吧 a标签下面的这个文本啊 这个下面是只有一个a标签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大档的使用这个a就可以了啊 然后的话点get这样的话就拿可以拿到这个作者 还有的一个是那个时间 就是那个bubtype发布时间 能这个auteo啊b.xbath对吧 bath啊 下面的这个spin标签 对吧spin标签 spin标签 smart标签下面的这个test 也是这个get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两个东西啊 auteo啊 反观s 然后的话再 呃 再给个鞋量啊pubtype啊 百分号s对吧 好 这里面给个百分号 然后是那个auteo啊 以及这个什么的pubtype对吧 好 好 那么打印一个东西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个等号 让它乘以30啊 就是打印10个等号 让它比较好看一点吧 保存下 那么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这个地方就有了对吧 这个作者还有这个发布的时间啊 发布的时间啊 来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现在也有了对吧 也有了啊 好 也有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呢 这个时间和这个作者就已经拿到了对不对 已经拿到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什么呢 再来获取下面的这个内容啊 再来获取下面的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的话 它是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选中 呃 这个这个啊 上面这个是那个引诱啊 我们不需要 我们需要是这个里面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内容 好吧 好 这个内容 它是放在了这个 呃 article contain的这个里面 对的article contain里面啊 我们把鼠标滚动到下面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 我们来把鼠标放到这个上面 甚至article contain的这个里面的话 就包含了这个文章的所有的内容啊 对的 那么我们只要找到这个td标签啊 找到这个td标签以后 再找到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文本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对的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啊 这个是那个啊 article article contain的 是怎样的 等于这个response.sps对吧 好 这个下面的那个div 然后是这个id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这个article contain的 c啊 然后的话放到这里面来啊 下面的这个什么的test啊 当然好 下面可能会有很多 那么我们这个给个 呃 两个鞋盖啊 然后把这里面给个get or啊 就获取多个啊 获取多个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这个什么呢 article contain的啊 打印一个又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30个等号 让它比较好看一点啊 好 再来走一下 哎 得到的是一个空的列表 对吧 得到是一个空的列表啊 看到这 看到这没有 说明我们这地方好获取到的是一个 呃 不对啊 不对的数据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上哪个地方有问题啊 看上哪个地方有问题 嗯 嗯 嗯 id是connect是吧 我看在其他的文章 看他是不是 也是在这里面是吧 id等于argo content的下面的所有的文本 对吧 下面的所有的文本啊 这个地方傻了啊 不是div 是dt 是个td td td 再来走一下 好吧 看错了 总是天天想着写div 这个xbus语法写错了 xbus语法写错了 是td 在这个前面 在这个后面 后面 这里的话就有了 对吧 这里的话就有了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就获取到了这个内容的这一部分啊 获取到的内容这部分啊 而且这个地方它反回来的是一个列表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列表的形式把它给转换成一个什么呢 把它给转换成一个那个呃 字符上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这地方啊 就是这样来写啊 就是article container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join 点join 对吧 然后说把这个article container扔进去啊 这地方再除掉它的前后的一些这样的空白字符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想要的数据就已经把它给获取下来了啊 想要的数据就已经把它给获取下来了 好 那么获取下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数据存储到我们那个json里面去 对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定义好一个itms好吧 有那个title是等这个scribe.file的对吧 还是那个aute做的是等于scribe.file的啊 还有是那个time啊pubtime是等这个scribe.file的对吧 还有是那个contain的是等于这个scribe.file的啊 好 那么有这个东西又接下来我们再来 再来到这个地方再来这个pipeline这个地方啊 我们来把那个数据保存在那个json文件里面啊 好 好 那么我们来导入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啊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话这个数据量比较多 说的话我们就使用那个什么呢啊 json nice adm 一个一个extrader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导入一下 from这个scribe.exporter import的是这个json nice 要因为有很多个啊 说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东西 是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每在导入一个的时候 它就写了到这个硬盘当中 就不需要放在类层当中 好吧 好 这里面来df啊 init啊 这里面serve.serve.fp 是等这个open啊 然后是这个 微信 微信教程啊 教程点 教程点json啊 然后是以这个wb的方式打开 然后的话 那个呃 ok啊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定一个啊 exporter 对吧 serve.exporter orter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json 啊 就是sr json 那的话给他传递个serve.fp 接下来的话再来给他传递这个什么呢 因数啊 insure.sue.sci等于这个等于这个fosfos然后还有一个是uncoding给他指定这个编码是这个utf干8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在处理这个item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我们来写啊cf.esp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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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item扔进去对吧 注意哈这个地方这个处理item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item把它给反过回去好吧 为什么要返回这个item呢 因为这个pipeline的话可能存在多个如果能轮到你这边处理完这个item用你没有将这个item把它给反过回去 那么后面再去执行到这个item他后面的那个pipeline他就获取不到这个item呢明白是吧啊 好那么这地方我们就是显问有一定要记得反回给其他item给其他pipeline进行使用啊 好那的话还有一个是那个bf就是closespider啊就是关闭这个爬中的时候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sself.fp.close就可以了对吧 好保存一下啊这样然后我们这个pipeline就已经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爬树这个地方啊 这地方我们就要把刚才定义好的那个item把它给导入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定一个item再把它给反过回去对对好这地方是那个from这个什么的微信app点那个item import一下这个呃叫做微信app啊 好那么是adm等于这个微信啊微信app然后是这个tl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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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对吧 然后这个pup time是等于这个pup time啊这个contain的这地方我们就不叫article content吧就叫做contain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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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yield这个adm回去啊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yield或是我们return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啊 因为现在的话是只需要反过一个东西啊反过一个东西送的话我们这个yield和这个return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啊都是一个意思好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 保存一下啊再来执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爬冲他就会对什么呢 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教程都会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爬去对吧 好那么现在在下面的话就在爬去的啊就在爬去的啊 这个我们收音explorer看一下啊 下面就在不断的爬了啊 嗯 好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去看了吧不去看了啊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这里面的话它是爬去的啊有很多很多这种东西啊有很多这种东西啊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不去看了啊就直接先将这个东西把它给关掉啊把这个把这个把它给关掉啊 好那么我们这个啊呃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它是在哪里呢它是在呃来看一下啊 它是只有在这个 好那么刚刚我们运行完这个项目以后啊是没有把这个jess我们就把它给保存下来对吧 呃其实不是说呃这个东西没有写入进去哈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话没有什么呢 没有把这个拍不来把它给打开啊 所以的话啊他的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数据啊他就其实没有执行这个里面的这个代码啊 所以的话就不会把这个数据写入到这个jess文件当中好吧 好这个地方我们来回到这个地方来把它给打开一下啊 把它给打开一下那么我们再来运一下啊再来运一下 这样的话啊他就会在本地产生一个这样的jess的文件 把这个jess的文件啊好那么我们来打开这个文件来看一下吧 这地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叫做微信教程.jess的一个人的文件啊对啊 那么的话现在的话就不断的在这个里面写入数据啊不断的在这个里面写入数据 那的话可以让他写入一点对吧可以让他写入点啊好这地方我们就让他停了啊让他停了啊 好然后的话再来打开这个里面是不是就有很多数据的对了就有很多数据的啊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就是啊我们刚刚啊爬下来并且啊就是遗憾的话就是一一条这样的数据对吧就是一行就是一条这样的数据啊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使用这个crow spider来做一个这样的爬出的一个这样的案例啊做一个爬出的一个这样的案例好吧 嗯那么这的话好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做个笔记就是关于这个这部分的那个东西啊好来到这个笔记这个地方我们来写一下啊 那个crow spider啊 crow spider里面啊就是这个 需要啊使用什么需要啊使用那个这两个类啊一个叫做link啊 e x est r a c r a c r a c d o r 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呃 弱啊 这需要使用啊这两个东西啊决定决定什么呢决定爬虫的具体走向啊 什么情况下需要指定这里我就直接来讲重点吧我就不讲那些细节啊什么情况下该指定这个啊该指定这个什么呢该指定这个 啊follow啊或是这个aloud的一个规则吧 或者是这个aloud的一个规则吧 aloud啊设置的规则啊 设置规则的那个方法啊 要要能够啊限制要能够限制在 要能够限制在什么呢 指定啊我们想要的url上面啊 好呃 呃 不要跟其他的url啊产生和呃相同的正责表达是即可啊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什么情况下啊使用flow对吧 fo 什么情况下该使用这个flow呢 如果 如果 在爬取啊这个如果在爬取 呃某些 如果在爬取 呃页面的时候啊 需要需要将 啊需要将满足当前条件的url啊再进行 跟进啊 那么就设置为处啊 否则设置为force对吧 好第二第三个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下该 指定这个callback啊什么情况下该指定这个callback 如果这个啊 url对应的页面啊 只是为了给什么呢只是为了呃 啊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呃更多的url啊 并不需要里面的数据啊 那么可以不指定啊callback对吧 哎就像是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小程序首页啊 像这些页面也这些地方 我是只需要获取到他这个里面每个呃 每个教程他的这个详经页面的这个url就可以了对不对 我不需要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不指定这个callback啊 像我们的这个什么的详经页面这些东西 因为我需要去爬取这个里面的这些数据 所以的话我就必须要用一个行数来让我执行对 所以这的话我们就需要给他指定这个callback啊 如果想要啊获取某个url对应页面中的数据啊 那么就需要指定一个callback啊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crossby的这个塔子的小案例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啊感谢大家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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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